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受电影中那些动人心魄的战争画面 而身为八百导演的管虎 也在今年被推上了事业的巅峰 一米九的大高个儿 光头短胡茶 走起路来一马当先 说话风格坦荡直接 就是这个一眼望去十分操汉子的人 创造的电影世界却如此细腻动人 管虎是我国第五代导演的杰出人物 也是少有的能在电影和剧集双线产出好作品的导演 事业上是无可厚非的过人实力 感情中也曾和马依丽有过一段感情 那么管虎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生活中的他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管虎出生于1968年 相比同龄人的生活艰辛 可以说管虎是非常幸运的一个人了 他成长在一个演员世家 父亲管宗祥是一位优秀的老演员 从小耳中目染父亲的风采 以及得到父亲的培养 管虎从小到大 对拍戏就非常感兴趣 他一直都过着十分幸福的生活 优越的家庭并没有让他变成傲慢之人 反倒是他的野心和格局要比其他人大一些 他的梦想从来不是做演员 而是当导演 1991年 23岁的管虎通过自己的努力 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 与其他同学每天在课堂上学习不同 在他的心中 早已有了开始拍戏的念头 于是摩拳擦掌间准备搭盖一场 一年之后 他就自己筹钱拍摄了处女作 头发乱了 当年中国电影事业蓬勃发展 几乎出来一部戏就会走红 管虎一开始也是抱着这样的心态 可是头发乱了上映之后 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 首次出征就以失败告终 这件事对管虎打击很大 一直有一两年时间没有缓过来 虽然这部电影并不是特别的火 但总归也意味着 管虎真正的进入了演艺圈 失败之后 他开始自我反思 从自身的独特 走上了主动迎合的道路 后来管虎重振雄风 再次拍摄了浪漫街头 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井生 区别于头发乱了 这部电影完全是个小成本电影 管虎再也不敢折腾了 但就是这部电影 却迎来了事业上的转机 收获好评无数的管虎 也在电影界有了属于他的一席职位 他先后拍摄了 再见我们的1948 上车走吧 斗牛杀生等优质影片 可以发现 管虎的视角总是那么独特 他的作品背后 总能体现出对历史极大的热情 每一部戏都有明确的时间和背景 在大历史的光环下 映射着当下的现实问题 不仅限于电影 管虎在电视剧方面 也可以说是先驱人物 基斯大戏黑洞 在当年一经播出 就迎来满堂红 生存知名工 以及活着真好 他用最平凡的生活 展现着不同人物生活上的不遗 就是这种感同身受 打动了观众 2020年 八百成为万种期待 管虎也将自己的才能 发挥到极致 其实在我和我的祖国中 他已经展示了 非常过人的导演能力 据悉 当时六个单元 还没有定下导演 于是就让导演们亲自到现场 选择自己重义的剧本 管虎因为人在国外 后来就接手了 所有人认为最难的 前夜单元 作为电影的开端 又是开国大典的主题 管虎的压力自然是大的 可在他的镜头下 呈现出的紧张和宏大 都让你发自内心的 为国人骄傲 在外界看来 管虎拥有在影剧之间 奇幻自如的能力 但他却说 思维转换其实不容易 这也是被时代 一步一步推着走 但无论是警匪剧 也或者是电影 他从没有违背初心 事业上 管虎无疑是成功的 但在情感生活中 他与马依丽 梁景之间 曾有一段纠葛 1997年 管虎筹拍夜行人 于是就去上海戏剧学院 挑选演员 一眼就相中了 还是学生的马依丽 这部戏中 马依丽的角色很小 但他给管虎留下的印象很深 在管虎看来 马依丽温柔如水 性格甜净 在马依丽看来 管虎是认真 有事业心的男人 互相产生好感的两人 慢慢地走到了一起 成为导演的女友 马依丽获得的 自然是源源不断的资源 事业上相辅相成 在管虎的影视剧中 常常有马依丽的身影 而马依丽 也成为学校里 走红最快的女生之一 两人的恋爱十分幸福 但时间久了之后 管虎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马依丽样子 看起来很温婉 但实际性格却非常强势 喜欢在与人交往中 占有主导地位 这和管虎的大男子主义 形成了正面交锋 虽然恋爱过程中 少不了因为彼此的性格吵架 但管虎还是选择忍耐了下来 直到另外一个女生出现之后 这一切恰然而止了 当年正式拍摄电视剧黑洞时期 梁静从原来的主持人工作辞职 因为之前是军役的学生 所以整体感觉都是英姿洒爽 所以就来到黑洞剧组 饰演实习女警察 因为管虎是这部剧的导演 马依丽也在其中担任角色 一来二去的 马依丽和梁静成了闺蜜 自然也就和管虎相识 慢慢的管虎发现 顺便这个看上去十分强势的梁静 此时生活中是一个面面俱到 温柔到极致的女人 这和自己心目中的完美女人形象 非常靠拢 在马依丽的强势中 管虎的心慢慢地走到了梁静身边 之后 管虎和相恋五年的马依丽 选择了分开 也就和梁静走到了一起 相处四年时间之后 管虎和梁静结婚 婚后生了一子一女 生活十分幸福 直至今日 梁静还是甜蜜如初 从结婚到现在 管虎也从未传出绯闻 不得不说 她多情也长情 到现在 管虎已经位列一线大咖导演直列 也终于将一生的才华 投入到了自己热爱的艺术行业 纵然生活中有过不如意 但也是这曾经的一切 让她变成更好 更值得观众期待的导演管虎 相信管虎未来一定会有更多优秀的作品问世 也相信她的导演人生会更加灿烂辉煌 管虎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小米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